登地的菩萨已经确定发布一些人会修的后面的四个菩萨蜜 所以一般我们跟各位讲的都是六菩萨蜜 但是如果你自己已经进入登地菩萨 那你就要开始又针对这四个菩萨蜜 而且这四个菩萨蜜也会帮助你来快速的圆满前面六个菩萨蜜 去对峙它的负面的心态 所以我们现在各位手上有一本十菩萨蜜 那我们读一读重点也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还是希望引导各位一个开始 但是基本上要靠各位的精进 所以有很多的大部分的经典都会提到菩萨蜜的修行 特别大称的 只要讲菩提心一定要圆满这十菩萨蜜 请各位先看到后面背面也是个重点 所谓菩萨蜜就是自立立他的圆满 你为了要立他帮助众生 你一定要自立 自立就是属于断烦恼的智慧 立他就是大悲心 那这两个要一起圆满 也就是说各位今天你到道场来做义工 不是你把事情做成功了 是你透过对道场义工的奉献 而消除了自己的我执法执 消除了自己的业障 事情可能没有成功的一天 哪一天我得癌症 发生什么意外车祸 我觉得这个是消业 这样就好了 因为生命 如果你有一个菩提心 要么就很快往生净土 要么马上就趁愿再来 想要去圆满你的愿力 那死亡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转化 而且我们天天在死亡 如果没有死亡 我们怎么改变命运 怎么消业障 对不对 这个业障也是变化无常 可以死亡的 可以消除的 所以你要觉得快乐 我们洗福回向给众 痛苦来了 正好消业 因为我们还是要念一下 接受因果 一切随缘 所以为了要成佛 你要实践这十种菠萝蜜 透过外在的布施 消除内在的迁谈 这两个要同时进行 所以各位刚刚在供养三宝 你要发愿 愿我生生世世 脱离对金钱的执着 而且我所有的金钱 是要拿来上供下施 金钱不是我的 所以哪一天 你拿了一万块要来供养 结果被偷了 随缘布施给他 希望他拿了我一万块 不要去偷别人的 他拿了我这个一万块 希望他能够创造一个好的事业 他并没有偷你的 因为没有你的钱可言 是你跟他结缘 也是你欠他的 这个叫智慧 所以人家问你呢 你一万块了 布施完了 三宝加持 直接把我口袋拿走了 那你就 你要有这个智慧 去 不然你就说 我就一直气得要命 气得要命 我的一万块呢 谁那么没水准 这样 来到场还要偷我钱 那你不是很烦恼吗 那你这种烦恼心 你一万块布施 也没什么功德 为什么 布施 师父也不看我一眼 还布施 那你就用了这个烦恼 师父一万块呢 你怎么不帮我念出来 那你这个人够烦恼了 你这个一万块还真难调腑 所以我想各位 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是你要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特别你要成佛 你要断烦恼开智慧 你要广结善缘 所以这两方面都要做 所以我们念一下字很小 来 十波罗蜜 是转凡成圣 通往佛果菩提的主要正道 指不思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方便 大愿 大力 大智 等十种法门 修行此十种法门 能度脱 千滩 毁犯 称慧 懈怠 散乱 疑痴 自酌 褪躯 怯弱 媚视 等十弊 可以断烦恼 了生死 正菩提 后面这九个字太重要了 再念一次来 断烦恼 了生死 正菩提 记住啊 这是修行的根本 要抓到这个主题啊 那做这个布施慈戒 目的为什么你要知道 为了布施 除了累积成佛的质量 广洁善缘 护持生邪 帮助贫穷 太快乐了 因为圆满我们的菩萨界的愿修一切善 对不对 等等 而且今天有三个单位 对我们来讲 没有分别啊 对不对 没有分别的去布施啊 不会说 我是格鲁派的 我是嘎举派的 像今天这三个 刚好三个教派 这格鲁派 嘎举派 林马派 我们都没有分别了 少了一个撒迦派 但是对我们没有分别 为什么 佛法就是佛法 他们哪一派都可以帮助 超度 可以帮助放生 可以让我们法会更殊胜 希望各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但是布施 如果你执着说 我只有布施我师父啊 哎呀我师父缺钱 对不起 每个师父都缺钱 只要他要做菩萨 你所有地球的钱给他也不顾 为什么 因为菩萨广大心啊 他一定要盖 免费医院 从小学到博士班 免费老人院 所有的牛我都救过来 全部把它养起来 那你要多少钱啊 永远不够的 对不对 但是他不会为这个烦恼 只是随缘吧 随缘就好了 就像各位我们办道场 办道场也要有钱呢 对不对 只是我福报大一点 这个道场是人家 做好的 要做民宿的啦 人这些冷气都是旧的 我们就人来 连桌子什么饭都 都是觉得连床都OK了 就人来就好了 这要有很大的福报啊 所以你后面那块土地 都是原有的 就这样啦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 把它搬进来就OK啦 所以这个要有一点点福报 但是我替谁有福报啊 替李正复先生 替宜兰人 对不对 办在这边就是要 对宜兰的人啊 对这些有情众生啊 无情众生啊 都有帮助 没有自己的想法 不然又说 如果你认为说 这个道场是我的 这下你够烦恼了 你够烦恼了 所以所谓这个千贪 就是自私的意思 就是我的钱 我不想拿出去 所以各位你要透过 不思逐的帮助众生 可以把自己的这种 占有益 钱是我的 这个观念 我们现在说 房子是我的 你怎么到我家来 饭菜是我的 你怎么吃我的 会让你很烦恼 所以今天你弄好一个便当 顺便去拿汤 回来看到别人坐你的位置 然后吃起来了 那时候 随喜功德 跟你结缘 顺便汤 你没有拿到汤 顺便吃 那你很高兴 然后你可能中午没饭吃 因为你那份被吃完了 但是如果你回去打坐 或是佛菩萨 托个梦给你 刚刚来吃你那顿饭菜的 是你过去的爸爸 你会哭啊 他在哪里啊 我明天再等爸爸你来吧 那就是你的福报 但是你不会觉得吃亏 但是如果你觉得很生气 我吃亏了 那你做不到梦 你永远在怄气 所以各位 很简单的道理 今天你欠人家十万块 有个冤心在主要找你麻烦 但是你很虔诚在忏悔啊 佛菩萨加持 你那个一万块终于被偷了 为什么 佛菩萨安排 还他债 那你也不用被偷更多 而且你不会被他打受伤 因为那个冤心在主把你请走了 我有这个经验 我老实说 因为有一位老和尚跟我说 我那几天不能出门 那我想 我想我那一天就跑去吃素啊 然后那个吃素的地方 他叫我不能出门 我想说吃素总可以吧 对不对 结果我就去吃那个米粉汤 素的 那旁边他们商家为了赚钱 就摆几个电动玩具在旁边了 那我在那边吃吃吃吃吃 平常我也会玩电动玩具 以前 但是我现在没有 我就在吃面 还有个年轻人就在那边打电动玩具 那我在那边吃吃吃 突然有三个人坐在我隔壁桌的 眼睛看我 好狠 眼睛像流氓一样 每个人看我一眼 笑我一下 我想说我也不认识他 三个都要看我一眼 然后笑我一下 冷笑我一下 我觉得怪怪的 然后他们就把隔壁那个年轻人 拖起来 硬打一顿 所有桌子椅子都打在他头上 然后呢我还请面电 赶快打电话 请请请 请人家来救他 把他流血过多死掉 而且把他们三个打 三个人把他打完以后 那年轻人都没有 做什么措施 三个人又转过来看我一眼 那就走了 这样你知道我意思了吗 后来那个老和尚 我就跟老和尚说 你命大 人家三个是要找你的 明明就是来找我的 但是就有这样的姻缘 找错人了还是怎么样 当然 也不是说我故意害那个人被打 是他有他的业报 但只是我因为这样 我闪过去了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说 好在我 我去吃面 我没有坐在那边打 如果照我以前的习惯 花点小钱打一打 蛮好玩的 那时候我就会被捶着 人头都破头了 因为我在那边我吓坏了 椅子也拿来打他头 什么也拿来打他头 他没有犯错 所以我一直思维这个事情 哇很恐怖 在我眼前看到一个我被打 这样 所以我就会 从那个时候来 绝对深信因果 绝对依教奉行 做事一定要辞戒 不能乱来 所以我想 我们讲这个 食波罗蜜 就是希望各位 这是转繁成圣的 必要的正道 那你要老实做 就像刚刚我们去放生 那你要 你要把放生圆满食波罗蜜 我们大家不死了 我们大家不会再杀生了 在放生的过程 我们尽量的忍入 因为这些动物 可能会发作 像那个牛这样发作 对不对 因为它很恐怖 或是我每次去 去撒那些头上 一撒给我喷了满脸 那个头上 你给它撒到水 它给你喷了满脸 你要忍入 甚至报纸媒体 所以每次我在放生 有人在拍照 我就会很紧张 那个是记者 要给我报了 要害我被骂了 但是我要忍 但是不能退转 叫精进波罗蜜 而且保持在悲心的 禅定波罗蜜 而且身心因果的波罗波罗蜜 还要用什么方法 就像放生 我早就在楼上等了 12点半了 他们吃饱了吗 动物都来了 师父他们吃自助餐 还没有 我四十五分 还没有来吗 一天还没有来吗 我说把格西请一下 安妮请一下 法师请一下 为什么那些动物 得到三寸的加持 对不对 大家尽量 要把一个放生的活动 办得比较 因为太阳那么大 所以就不要念太长 对不对 法师拿着麦克风 还讲点笑话 怕各位无聊 要用各种的方法 这叫方便波罗蜜 但是方便 如果你没有空性 你有私心 这个方便就变欺骗了 知道吧 很多人会练财的 利用宗教练财 哦排位多少钱 那个多少钱 哦这个很方便 所以我们再回家 叫太方便 方便波罗蜜 不能变成随便 方便波罗蜜 必须有一个空心 无我的空心悲心 做基础 去安排这个事情 而不是一种脑筋的设计 这样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收入 更多 那就变成做生意了 而且 再来是愿波罗蜜 愿我们将来可以救更多的牛 可以让全世界 连乡长都来参加放生 连乡长想办法 都要来促成放生 对不对 保护生命 至少 如果他做不到 那至少说 帮助整个乡村的超度 就像我刚才跟乡长讲了 我们超度啊 我们尽力啊 我要借机会 广告广告啊 让他了解我们在做什么 而且这个利波罗蜜 你真的能够做到 不会被卡在那边 最后面是最重要的 念一下 自波罗蜜 你完全不会被事情盖住了 也就是说 你有佛陀的圆满的智慧跟神通 你能够了解万事的因缘 过去是百千万劫 这个人什么 这个就是佛陀的自波罗蜜 你才不会魅事 所以这里面说了 修这个十种法门 可以杜托 布施可以杜施千坛 持极